哈嘍大家好 這次的故事也是拿我的朋友當原型 總共三個小故事 你幹不起我是不是 我是那個你罵的 滾蛋 幫你屁股 幹 這一段的原型是發生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主角是一個叫Larry的宅宅 大學期中考前一天 一群朋友一起熬夜讀書 當時大家決定一人負責整理一個章節 結果Larry完全照著課本念 就是個農員 所以大家就一直嘲笑他是廢物 就這樣整晚嗆他 他每做一個動作就嘴他是廢物 當然都是笑著開玩笑而已 因為其中考壓力大嘛 大家都沒想到他這時已經在集氣了 隔天一早大家都沒什麼睡了就去考試了 在搭電梯時 Wendy又開始嘴Larry 欸Larry你是廢物喔 連按電梯都不會 大家原本碎眼輕鬆 突然嚇一跳 Larry停頓一下 但是好像罵不夠 過了兩秒又繼續罵 我做什麼 媽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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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開電梯後大家鴨雀無聲 就這樣一路安靜走到學校 Larry心想 哼 我不是好欺負的 你們怕了吧 我要讓你們痛苦 據當時在場的人所說 當下真的很痛苦 因為大家都在憋笑 對著電梯門吼叫真的太智障了 之後這個故事每年聚會都會被拿出來講 並且稱為 無辜的電梯門事件 Larry也非常懊悔做了這件事 每次提到這件事他都很不爽 但他知道不能再次生氣 不然以後聚會會再多一個故事 最後 Larry就是我 第二篇 尾哥美美冷戰事件 我有兩個朋友一下就用尾哥跟美美代替 他們兩個是我們這團很好的朋友 一起參加很多活動 也常常分在一組 有一天他們兩個吵架了 吵架規模大到整個戲都知道的程度 而這兩個人脾氣都是非常硬的 誰也不可能先道歉 就這樣過了一年 他們互相把對方當成 Wu 例如美美走在路上單獨遇到尾哥 他們兩個眼神完全不會對到 而且非常自在 不會尷尬 有一次美美遇到尾哥跟同學阿靖 他就 嘿阿靖 然後跟阿靖熱絡的聊個五分鐘 就好像阿靖是一個人走在路上一樣 然後尾哥也會在旁邊很有默契的等他們聊完 雖然他們兩個冷戰 但因為是同一團 所以還是常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他們兩個可以在同桌打麻將 但完全不交集 然後頭也死不會轉到對方那邊去 大家都在笑 就是自己死都不笑 談話可以一對多 但不可能一對一 有一次更扯 美美的上家跟下家都是他的仇人 但是美美照打不悟 他就一副 我沒差阿的態度 當時問他們 還在不爽對方嗎 他們一概回答 沒有不爽阿 不過沒有必要和好 我沒差阿 就這樣阿 如今事隔多年 他們早已忘了仇恨 但依然像條平行線一樣 沒有交集了 我在畫這篇的時候 有個別徵求他們的同意 以免我也被捲入戰爭 然後他們都說 我沒差阿 要畫就畫阿 反正我沒差阿 我一樣火得很好阿 阿 阿 阿